大家好,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崩壞星窮鐵道 2.4五星持有綠排行 真理醫生並非守衛 墊底角色盡視他 2.5-2.6副客角色抽取推薦 強度大洗牌 飛過來,靈莎別錯過 隨著2.4版本開啟 角色持有綠排行已經發生變化 那麼在五星角色持有綠排行中 哪些角色比較亮眼 排名相對靠前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在持有綠排行中 流盈的持有綠目前排在第五位 作為擊破隊的主C 強度榜單的第一名 真沒想他的持有綠略低一些 不過看到前面幾位角色後 就可以失懷了 流盈的持有綠和強度 還是在線的 第四名布洛尼亞 常駐角色中T0輔助 普攻至拉條 大招增加攻擊力和爆傷 作為前期必拿輔助 相信很多玩家300抽自選 都會選擇他 不過由於後續可代替線5越來越多 深憂環境等原因 布洛尼亞的使用率逐漸降低 排名第三的角色為軟眉 作為玩家需要真金白銀所抽取的角色 隨著超激破大隊的上限 軟眉的地位逐漸提升 哪怕是復刻版本 戳取率也非常高 預計暫時還沒有像軟眉這樣的 全能銅鞋斧上限 暫時無法被替代 第二名 真理醫生 曾經想要達成100% 擁有率的角色 以免費的形式 贈送給各位開拓者 但無奈 郵件時間有限 很多心入坑的小夥伴 錯過了郵件 領真理醫生的機會 為此 持有率排名 僅有99.3% 排名第一 開拓者 沒錯 作為玩家進入遊戲後 第一個擁有的五星角色 持有率高達100%以上 開拓者擁有可切換屬性的功能 隨著後期劇情的不斷推進 還可以獲得更多命途 開拓者使用方便 培養成本低 最主要的是 可通過任務 獲取滿命星魂 人手必備角色 沒有之一 最後來看一下 持有率排名最後一位的角色 他就是卡在黃拳和流银之間的搏提哦 明明同為擊破大C 由於上限時間的問題 導致抽取率較低 不過波提歐的整體數據 還是在線的 戳到不會虧 星窮鐵刀2.5卡池 越來越近 兩位星舞星角色 飛霄 凌莎 也即將登場 各位開拓者們的星窮 是不是都已經準備好了呢? 而說起飛霄 凌莎兩位角色的強度 也是很多玩家比較關心的 就後續卡池角色等相關消息 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要說的 就是2.5卡池的兩位新舞星角色 飛霄 凌莎 就最新的相關消息來看 飛霄的特效 強度都非常的不錯 2加1超模 對於強度檔玩家而言 飛霄 還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就是隊伍成本上需求較高 平民玩家 抽取需要斟酌 2.5下半卡池的新舞星角色 凌莎 流银輕定的售后奶輔 目前來看 是加拉赫的上位 不過 0命提升不是太大 玩流银超 擊破隊的玩家 可以說是必抽的 具體還得看後續上限後的實測 而說起後續2.5到2.6卡池 復刻角色 抽取的推薦 有關於2.5卡池的復刻角色 之前就已經提到過 分別是 黑天鵝 真理醫生 其中黑天鵝作為卡黑DOT隊的核心 如果玩DOT的玩家 倒是可以選擇抽取 倒是隊在目前版本 還是非常不錯的 真理醫生 11.6贈送的免費五星 玩家們人手一個 在追擊隊中 有著很好的就業 不過 隨著飛銷的登場 真理的地位 還是比較難評的 並不推薦平民玩家入手 至於後續的2.6卡池 目前來看 除去2.5卡池的兩位角色外 大概率是黃泉 沙鯨 之羹鳥復刻 說起這三位角色 可以說都是當前版本T0角色 其中黃泉是虛無大C 頂級配對非常吃香 沙鯨 之羹鳥作為生存輔助角色 泛用性 強度 保值率也直接拉滿 不管是哪一位 對於沒有的玩家而言 都是非常推薦入手的 加上2.5卡池的黑天鵝 四大人權卡齊發 簡直不要太香 如果復刻 平民玩家 還是非常推薦拿下的 當然了 畢竟版本跨度大 隨時有變動的可能性 各位開拓者們 還需理性觀看哈